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警戒 疫情特別報導 而我們這一兩天 大家也看到說 吳針竟然也陽性確診嗎 如果我們要學民進黨的這個 認知作戰的套路 我們就不能講吳針 要說英粉吳針 為什麼要討論他 因為就是陽性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也帶出了一個話題 就是到底中央跟地方 醫療資源足還是不足 我們聽到中央都講說 這個醫療資源很充足 但是在地方很多人 我們看到在這個地方 本土爆發5月14以來 已經有17死 而且7人到院前 是沒有生命經象 就是因為沒有病床 沒有病房可以住 所以他們叫他們待在家裡面 等到送醫之後 有些人就是死了之後 才發現確診 但是我們來看看吳針 吳針昨天第一時間 就傳出這個確診消息 他自己在臉書上面PO文 然後就說我快篩陽性 就突然上車被載走了 等待PCR進一步確認 希望是未陽 代表說還沒有真的是 真的是肯定他是陽性 他就被帶走了 為什麼其他人是在家裡面等死 然後再來馬上今天又有 這個跟大家報平安 他都已經入住了 這個凱薩飯店 在等這個PCR的篩檢結果 跟大家報平安說 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目前狀況很良好 所以大家就很想問說 那如果雙北都吃緊 吃緊到柯文哲要喊說 要放寬兩人一室的時候 為什麼輕症者 你們不是說可以待在家裡面休息嗎 為什麼這麼快 吳針就可以上了公車 然後還有地方可以住 老人家就該死 要自己在家裡面等死嗎 所以我們來看下一張 蘇伊豐醫生他講說 他其實這一篇文章 也是今天熱門的轉發 他說要告就是有些病人 他必須得要告訴他們兩個壞消息 因為一個壞消息是說 你可能快篩是陽性確診 另外一個壞消息 是現在這個醫院跟檢疫所 都沒有空房 請你回家好好休養 所以一般人 我們可能面臨到的是 這樣子的消息 為什麼吳針面對到的是 他就突然被上車 就是帶上車了 然後他就有地方可以住了 所以在PTT上面 就有人講說 難道這是我們人民 人命有貴賤嗎 蔡總統有聽到嗎 在PTT上面也有人在討論 他就說 我覺得非常的悲哀 當他看到吳針快篩陽性 被緊急隔離送醫的時候 他就說 難道只有吳針是重症嗎 憑什麼快篩一陽性就送醫 因為他自己家裡面 有一個38年次的老人家 18號就PCR確診了 確診前還發燒了好幾天 這其實最近 我相信巧欣也有接到 很多這樣子的聲音 可能是民眾打來電話 就說怎麼辦 都還沒有救護車來救 我還不能夠自己去 救護車也還沒有來我們家 把人接走 所以這是其實很多人 都面臨到的狀況 發燒四天 然後這個發燒38度還咳嗽 等了一個禮拜 能夠活著真的是奇蹟 都是過程當中 一直打19221999 衛生局里長找遍了 還有民意代表們 都希望能夠安排病床 可是一般小老百姓 就是沒有辦法 像吳針那麼快的 就上了公車 還住進了凱撒 可以跟大家報平安 明明就看起來就是輕症 我是覺得說 可能因為他的身分是 市議員的助理 他是林亮君議員的助理 他可能會說人民有貴賤嗎 所以可能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有提供 就是說至少讓他有旅館 可以隔離這樣子一個服務 那確實在以政治領域裡面 還滿常見 就是比如說你今天 如果是一個議員 你確診了 他基本上他會 趕快就讓你去病房裡面 或是說隔離這樣子 但是當然 這件事情民眾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民眾會覺得為什麼不公平 民眾會覺得說 為什麼很多人 他都必須得先回家去隔離 因為你告訴我說 檢疫所不夠用 但是有一些人 他是可以馬上 然後好像就去 確實會有這樣子一個質疑 但是我覺得說 其實吳針他就不要拍 凱撒飯店的照片 或許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他可能也沒有 其實讓大家很不舒服 就是說你看38年次的老人家 現在應該72歲的 我爸爸也是這個年紀 你看72歲老人家 現在就是針對 中高齡60歲以上是最危險 你看無尊 這年輕人 然後看起來又還沒 就是其實也還沒確診 而且這個病症也還滿輕微的 你馬上就有這個病房可以住了 還可以跟大家報平安 那你老人家 就是最危險的一群 卻是在老人家這種狀況的時候 大家急死了 卻不能有病房處 我相信他會說 不是他自己主動說要要求說 沒有病房沒有檢疫所 還要讓我去 而是說台北市政府 他們主動衛生局 是這樣做安排的 但是我覺得既然是這樣子 你也知道說 現在大家外面可能都很搶 檢疫所隔離的這個病房很搶 其實我覺得可能就不要去 PO那個照片出來 討網友的罵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已經是我覺得是一個 公關處理的一個問題了 而且都在講說年輕人 年輕力壯的 其實你就是什麼14天 你自己做好 什麼可能自主的管理就好 而且他看他女朋友 一個換一個的 也沒有看到他 真的講這個 真的是 大家覺得說無尊你有需要趕快去這個 去旅館這樣檢疫隔離 顯然沒必要 所以翟宣偉剛剛講說 反串的部分我要跟錢是領200 找明代這種特權部分 我還要再跟他領200 400 我就跟你講了 你們都不聽我的 我跟你講的是真的 你這不就看到了嗎 我先講一下這個校正回歸 已經連續四天了 陳部長這塞車你要塞多久 你明天還有校正回歸 你到底塞車塞了多久 有專家說要塞六天 這個很奇怪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就看一看 但是這一個台大兒童醫院的 黃立民院長 他每次講的我都很緊張 他之前講說很像這個 有三四層感染過萬華的 然後他之前講說 這個感覺萬華快要滿出來 他昨天講得更可怕 他說萬華很明顯早就傳播 至少兩個月以上 翟軒如果他講這個成立 那諾富特那個缺口就不對了 因為這個就比他早 如果萬華已經兩個月以上 那根本 那跟范雲有什麼關係 跟諾富特有什麼關係 你這個萬華到底什麼狀況 你看黃珊珊昨天講什麼 台北市有一百多例 確診或快篩陽性的在社區 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百多個人 他確診或是快篩陽性 他沒有醫院可以去 他沒有防疫旅館可以去 沒有什麼加強版集中檢疫所 你這一百多個人 就是沒有看翟軒的節目 沒有看范雲的節目 沒有聽我講 他真的沒有 那吳貞不就告訴你 對 我是議員的助理 我是大長花 沒有太陽花 只有大長花 所以偷文的這邊在講 我心裡真的不平衡 平民命健 本來就是 因為翟軒我跟你講說 大家看這個說 你要了解 你現在遇到的這個政府 他這樣的處理 你要自己先求生 我就照順序來 我在家裡等電話 你慢慢等好了 你就等… 別人有病房可以住 你就是沒有 吳貞我不曉得 有些觀眾朋友 可能不曉得 他差不多178 180左右 然後受傷 因為有少年人 這種 我才不相信 吳貞有什麼慢性病 他有氣胸 還有什麼胸 沒有 我補充一下 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萬華的流竄到這個南投這個 請大家看 這是昨天 你看今天的 員林的養生會館傳染鏈加五 他這五個 他接觸五個 五個都確診 五個都陽性 這個很可怕 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萬華的狀況 你萬華的狀況這些 這個養生會館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沒有去過 養生會館 沒事不要去 因為越去越累 他跟養生是個名字 裡面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有人 會有大陸級的女子在裡面 然後所謂的養生會館 然後傳播鏈 所以你現在這樣 彰化沒辦法 他只好呼籲 呼籲說你這幾天 之前有去過養生會館的人 他也沒有辦法去 實名制 實連制 他就呼籲說 你們如果有去過的人 然後你覺得身體不舒服 趕快來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 包括這個鋪裡的 包括這個員林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都是從台北南下的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 從阿公店或萬華地區的 這個接觸史活動史 他現在走下去 就變成這樣的狀況 所以小燮 我的結論是這樣 當我看到黃珊珊講這個話的時候 就驗證了我跟錢子講的 是有些人是在家裡等的 我請問你 全國有多少人在家裡等 你與其在家裡等 不如你聽我的建議 打個電話給徐曉昕 如果你是台北市的話 松山新議員 那個議員我這樣怎樣 其實我認為在目前的這個 這個什麼檢疫所 這個防疫力管裡面 他一定有空間 一定有病房 可以幫你喬 只是你有沒有舉手求救 特別是年長的朋友 因為我們這兩天看到 這個病故的案例 對 都是年長者 年長者 然後有幾位是在家裡 就非常孤單的 然後也沒有送醫 你確診的 陽性的也沒辦法去醫院 然後家裡就這樣往生 我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你剛剛講那個網路 那個是對的 平民是真的命健 這個時候是 這個時候不用再給主誰 我們不要走特權 不要找明代什麼 你那個已經沒有用了 如果你有確診或陽性的話 觀眾朋友 你要先想辦法活下來 才有明天 特別是高齡的老人家 其實這一兩天 有蠻多的這種統計消息 高齡高風險 重症率是佔了兩成 現在重症人數 是到達了335人 其中84人是使用呼吸器 而且到院前死亡的佔了四成 這六天十七死 根本就是老人殺手 很多就是 現在大家流傳 叫做快樂缺氧 很多老人家 就是一下子就走了 所以這也其實也反映出 到底我們的醫療自願夠不夠 現在雙北都說 這專責的病床 其實是不夠的 但是中央一直說 夠夠夠都夠用 到底我們要聽誰的 其實柯文哲講說 雙北的病床是非常的吃緊 我今天看到說 這個負壓隔離病床的數字 我來找一下這個數字 現在目前負壓隔離病床 好像在台大這個地方 已經是不夠用的 我等一下找到數字 我再來補充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中央一直說夠 如果夠的話 為什麼柯文哲還要喊 兩人一室 但是專責病房 他說這個專責病房 今天早上陳仲晏說 是可以開放兩人一室 代表說他們也鬆口了 代表說我們的這個 準備的資源 的確是不夠用 蕭琦 因為像惠仁哥講說 其實可以找議員或什麼的 確實如果你這邊情況 真的很緊急的話 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是可以協助去處理的 比如說像昨天台北市 在我選區信義區 就有爆發 有一個老人 那我就有去協助他們 因為他們只是陽性 沒有辦法依照確診馬上送的話 其實那些都是插管 然後或是失能的長輩 你沒有當天就去處理的話 我會很擔心他併發症 或什麼的會很嚴重 所以他們的養護中心 有跟我們聯絡說 希望我們可以多幫忙 因為他們的造福員 都已經先去隔離了 沒有人照顧長輩 所以我們就有聯絡 包括社會局跟衛生局 當天這30幾名 就已經全部都到醫院裡面去了 所以確實你說你看 突然又加了這麼多的長輩進去的話 那你說所謂的隔離病房 附加隔離病房會不會補夠 絕對會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昨天喊說放寬兩人儀式 如果已經是PCR確診者的話 我覺得確實是可以 所以指揮中心今天也回應了 這樣子一個訴求 不限一人儀式 那醫療資源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台北市已經是醫療資源 最多的地方 如果連台北市都不夠的時候 大家知道如果這個病 沒有辦法把它鎖在雙北 它擴散到中南部的話 那後果我覺得是不堪設想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的去 就是讓雙北的防疫能夠成功 這不只是為了我們雙北市 是為了全台灣的人民 所以我真的是在呼籲就是說 指揮中心不要一天到晚 現在還在心裡想著說 要甩鍋給雙北 然後造成雙北市長這些困擾 因為你這樣子做 如果他們一個分心 那病毒擴散到其他縣市 只會造成全台灣人民更多的困擾 醫療資源有可能會更不夠用 對 曉信已經擴散了 除了台東之外 這個南投 這個園林都擴散了 我補充一下 觀眾朋友 全國最大的網路直播組是誰 我跟大家報告 叫做時鐘秀 我跟你講很誇張 翟軒 我們做直播的 曉信你看直播 他那個指揮中 你看他幾個就這樣 沒有任何的 他點閱可以破百萬 可見大家這樣的關心 這是今天最新的民調 對陳時鐘的防疫滿不滿意 70分 如果你跟前幾個月比 其實陳時鐘的滿意度是下降的 那我要特別跟他強調 他這70分是在他 校正回歸之前他70分 那我想請問 校正回歸之後陳時鐘幾分 翟軒 我拜託一下 我做個網路的投票 好 如果這校正回歸 如果你認為陳時鐘會比70分高的 請你打三個一 你認為他會比70分低的打三個二 他校正回歸之前做的民調 他還有70分 校正回歸之後他還有幾分 會比70分高還是比70分低 你看綠島的鄉長他說 每天要看數字我也會 但是我要跟綠島鄉長講一下 人家直播有一百萬人看 數字我也看 問題是我們沒有一百萬人看 所以陳時鐘的光環還有 但是因為校正回歸之後 我相信會有變化 對 可是這一方面我們也講說 這個中央一直以來 我覺得中央有點慢半拍 就是說其實他講雙北的專責病房 如果不足的話 中央會協助調配 我覺得這個節骨眼你還在等著說 如果你們不足你來求我 然後我再來協助調配 這個姿態不對 我覺得應該是說 中央你們不是一直在講說 這個防疫視同作戰嗎 中央你這時候應該是要跳出來 而不是一直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都告訴大家 都是講一些什麼 讓大家安心的話說 這些都很充足 你不用太多了 我也要講解 這樣甚至是一定的 我發現我說 我 COMMEN 我這次進行 我對你的看法 你也是真相處 我們就是